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毛主席 我还打 你再看下边 这个有点意思 我是向政府有关这个方面求证的 咱们中国外交部抗议 然后但是这一条新闻你看到 多名日本警察好像非法登上钓鱼岛 可是据网上的人说 说这个新闻没有一家日本本土媒体刊载 是一个叫做日本新闻网的媒体原发的 这个网站是一个叫徐静波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 他是三毛著作的大陆版权代理人 而这个图片你看 右上角你们看见没有 右上角他画出年月日了 这个图片呢 这个图片源自96年的时候 国外的一家网站 对对 2009年 2009年一家国外的网站 你看这个右上角的图和这个图 此消息被国内很多门户网站转载 全国人民被消遣了一回 其实不是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是在网上 因为这两张照片确实是同一张 可是据网上的人就拿出来当年的这个这个这个截屏的吗 就是那张照片 你看是2009年的时候就有的 所以这是那么经怎么回事了啊 所以关于这个钓鱼岛啊 还有很多是属于这个呃 谣言的部分 比如说我随便 我随便跟你说这谣言 说网传iPhone5啊 iPhone5现在一上市几天卖出500万台什么的啊 网传iPhone5里边地图显示 钓鱼岛是日本的 不是 后来他们说是通过中国的官方部门 里边写的钓鱼岛 但是在日本卖的iPhone5呢 就没标明 是吗 就没标明是钓鱼岛 因为他他他两面讨好嘛 他也不得罪 还有一个一个人就说 说这个日产越野车 我的日产越野车 竟然被那帮爱国愤青们 现在不砸车了 说卸了螺丝 把车轮子的螺丝拧开了 说这玩意更危险的 开解了掉轮子 但是你看重庆网警 重庆警方也很负责 警察发布不识信息 所以我就说 还有一个就是韩德强教授 连续四堂课 没有一个学生 什么网上就说 这反映了人心的 这也是假消息 没有人上课 结果人家北航最后调查 说韩德强没上课 没有开课 是他自己没有 这是这个事 现在很多消息搞不清真假 我最近有几件小的消息 我也不知道真假 赶快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 因为我看到照片了 是郑州有个医院 他打出滚动的电子屏幕 叫拒绝抗疫购导 解决日本女子看病 为什么不解决男子呢 他是郑州东方女子医院 女子医院 解决日本女子看病 那么这个 我的朋友陈春 他们就跟帖在后面 他说这个抗日时期 打仗之间 我们还替日本兵看病 受伤 他说这个 俘虏你也给他治伤 所以你这个 作为一个医院 你用这样的一个姿态 来打出这个抗日 就非常荒唐 后来那个网 就 那个原来的微博就消失了 我就不知道 他是算是 某一种舆情控制呢 还是说这个事情是造谣 很多人也都是假 你知道比如说 像很多人跟我说 我最近这几天 老在微博上发些 很耸人听闻的消息 我就说 搞半天我哪有什么微博 说有啊 有个叫梁文道微博的 那然后 反正现在用我的名字 微博就有十几个吧 对对对 梁文道微博里边 写了一大段批评 那个深圳 什么许 许 许中 是叫许中 批评他的话 然后里边还叫他徐老师 结果有一个跟帖 就说梁文道不是叫徐志东 也叫徐老师的吗 糟糕 躺得也中枪 这个 一个般革命分工不同 打着你的名义 那个微博 你看讲的就是这样的消息 一般打着我的这个名义的微博 都是在说哪个教授搞女人 哪个那个就是搞女人 不不不 你那个名义的都是很多著名明星被潜规则 那你不知道最新的 是吗 对 很多 我很喜欢的明星啊 根据他的消息来源 都是被潜的 都被潜规则 说这某个教授啊 搞了上百个什么女人 都是这个署名 豆温涛的这个微博 所以我说 上次我就在节目里说过这个事情啊 我想提出一个真的概念 就是说啊 如果世界上有正义这回事的话 那么啊 坏人能不能干正义的事 甚至能不能领导正义的事 这是我最近啊 从我的亲身经历里啊 琢磨出来的一些个问题 那么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就说什么是坏人 对啊 哎 那么我的标准就很低了 我就是 见人心 对吧 你讲什么主义的 你讲什么我不管 私人朋友一交往 哎 你看比如很多人跟我讲了幽国幽民呢 很多人跟我讲 这都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可是私人朋友一交往 一来二去你就知道啊 这是个这个这个这个 就不怎么样的人 哎 我就觉得这人不怎么样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讲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那天在节目里讲 我说枪枪三人行节目 曾经因为言论 给我们凤凰造成过很大的麻烦 可是实际上呢 证明是一个误会 对吧 为什么呢 有一些个 不知道持什么证件的人 在网上 或者在一些个海外的杂志上 你写文章 那是你的事 对吗 但是我看不上的是什么 他拿枪枪三人行做挡箭牌 他说今天枪枪三人行 说了句什么话 或者许子冬说了句什么话 后边一大片啊 是他自个做的文章 但是你他假托你 说那标题就是你说你 所以这样呢 跟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误会 所以我就觉得 你不管你是什么主义 对吧 你这个行为不是好汉 对吧 你的意思是说你做政治也好 做传媒也好 你的目的好坏不平 你的手段要光明磊落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这次人们就说的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啊 现在这个砸车的 不是纷纷自首去了吗 自首去了 那么实际上现在还有些人就讲啊 就是说他们是爱国热情啊 太高涨了 当时有点失控 对 那个意思啊 也不要弄得人家太狠了 不要 所以但是 不要搞清算 我跟你讲个 对 砸车就算了 那我给你讲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在西安 这几天咱都知道了 有一个人现在右边瘫了 对 头颅骨被打出 颅骨开放性的这个股 那么我认为 你不管为了什么主义 你这个人是坏人啊 你就是坏人啊 那么我就说中国历史上 也不是或者中国近代史上 我就是想问这个一个问题 坏人可不可以干正义的事 不能说他是坏人 就是说他做的这件行为是犯罚的 就这个行为 对不对 我们不能来给这个人下一个道德评判 对 因为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 这种暴力啊 我关注的是更细节的问题 就像这种暴力 暴力的发生 我们到了什么时候 哪个限度容许暴力是被发生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说好 他爱国热情太高涨 所以就导致暴力发生 韩教授爱国热情太高涨 所以就打人了 爱毛热情 爱毛热情 对 他把他等同了嘛 因为你反毛就是汉奸了嘛 在他看来 对 所以他还是爱国 按他的理解 这个暴力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中间代中国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的教育里面 很少去谈到 暴力在什么情况下 是被容许的这一点 而我们通常往往不正致命的 觉得暴力好像是经常可以被容许的 怎么讲呢 你们注意到我们日常口头禅啊 网民说话 平常说话 这人怎么 他就该打 你注意我对该打这个字很敏感 该打是最轻的啦 稍微再重一点就是灭了他了 灭了他 但这个也就是口头禅嘛 但是常常看说他就该打该打 什么叫该打 该打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应该接受暴力的对待 我们可以用暴力 但是我们现代国家一般都认为 暴力这个东西只有国家能够使用 国家是垄断暴力的 国家机器嘛 这是国家机器 因为我们把使用的暴力的权利都交给他 为了大家安全 为了大家安全 那么是一般我们现代社会 是不容许暴力的发生 除非有人违反规定 用暴力对付我 我们自卫 所以在法律上 唯一被认可的暴力 可能只有这一种 自卫 或者为了保护他人受伤害 比如说你看到有人拿刀 要去砍一个人 我拿棍子打走这个人 这种暴力是被容许的 但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常常觉得 好像很多暴力都是被 legitimize的 是被容许的 你说你们教授有学问吗 你们教授现在在网上不都有 那个跟女记者约价呢 就是咱俩一言不合 那是之前 但那个是之前 那个跟这个正好反过来 之前那个是自由派 约价这个左派 是吗 吴法天出来打一下 然后就揍了他 然后呢 这回呢 是左派的韩德奖 出来去打一个老人 所以两派都打 徐老师以后不能光写论文 你得有工夫练一练 对 我认识一些太前教练不错 敢不像现在的形式 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毛主席有句话 叫民族斗争 说到底是阶级斗争 理解他的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很多外交问题 看上去是外交问题 实际上是内政问题 对日尤其是 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 抗日是中国历届政府 不管哪个党 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 这次的事情也是这样 那个这两天看 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 很多人觉得 包括我自己 有些地方叫人非常痛心 我等一下讲 但是也有很多好事情 我个人觉得 这个你看 我们的维稳力量 平常看不到他存在 还常常批评他 你看 休息几分钟就出大事了 但收放自如 对不对 从积极方面来看 是一个操练 可是这次实际上 你看 他这个不知道怎么 当然有很多人讲 进去有些人根本在里面 怎么怎么怎么 总之 总之现在局势并没有失控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文道刚才讲的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 就是把自己的正 正义的情感 可以变成一个暴力 我们现在他认为正义 这个与此同时 还有个问题 我想的更多是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 施暴的对象 从本来是 这个A打 他是比方说 日本的占我们的一个岛 他可以把他宣泄到一个 中日合产的一个车子上面 甚至车子里边坐的一个女人身上 我刚才讲了一个医院的例子 另外有两个例子 看着叫我更加寒心 那有一个我不知道真假 我还是在说 说是一个微博 后来人家查了以后 说是西安某大学发出来的 说学日文的女生不敢下楼 不敢下楼 然后那个人就在旁边抱不平 他说你们下面这些人 你们有种 你们去打 你们对着自己的女生 你们逞什么威吗 这个消息呢 我非常非常希望他是造谣 也许这个人划重取宠 我这个划重取宠 说得很聪明 但是如果是真的 哪怕是在一个短时期 有这么校园里 有这么一些人 对着学日文的女生去 去泄这个愤怒 但是你只是想想 他逻辑是跟你打日本车 是一样的逻辑嘛 你是跟日本有关嘛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是非常可怕 这个我们一百年了 文明就没进步 我可以讲 另外一件事情是真的 你这两天就可以 你这个新浪的 那个博客的首页可以查得到 北京的图书大厦 日文书下架 这是真的 日本的翻译书下架 对 然后而且不只是这样 而且是也不准出版 暂时不准出版 跟日本有关的书 可是这个是违反出版规律的 因为全世界都不是这样 比如说你知道最近日本 最火的书 都是关于中国的书 然后美国在打 伊拉克阿富汗的时候 美国最畅销的书 都是讲中东史的书 为什么 因为就算那个是你的敌人 对你才要研究 你才要研究他嘛 那我们现在是反着来 因为那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不要研究他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难过在那里 我不知道什么 就我们做的这个行业 不管怎么样 跟教育有关 在德国人占青岛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拜托 你想想 马克思主义 德国人啊 德国在清白我们的地方啊 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百年过去了 一百年过去了 今天跟日本一有摩擦 还还这个情况还没搞清楚呢 把日文书全撤掉 而且这是 这不是个人行为哦 这是这是图书大厦哦 这这不是马克营业员没文化 这个这个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这个你看 可怕不是第一回了 这个还真是中国人啊 这不是头一回了 你知道 后来我看翻查一些历史啊 我才 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就这样 这个第一回啊 是1915年 21条的时候 21条的时候啊 就是反对日货 你知道那个时候搞的 甚至都 你都有点像文革 怎么讲啊 有一个就是国货维持会 国货维持会 习了很大作用 就是挨家挨户 最后到这个商家去搜啊 你只要卖日本货 就咋 你知道吗 就是那就是 第二次是1931年918 当时出了一个词 叫日货 就叫仇货 对 仇货 就是仇人的货 你知道吗 然后到这到最后 但是他另一方面来讲呢 你比如在1915年的时候啊 经济史上就说 在一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 掀起一个就说民族工业 代替日货的运动 就数以百计的民族的工厂出来 比如说养活 就火柴啊 肥皂啊 什么就就发起这个运动 对 在同时啊 其实是非常极端的 当时 对 不是 所以你要今天的这个 跟那个时候相比啊 那可能那个时候 说不定还更狠 可是文韬反过来 这两件事不一样 反过来 我又比较同情那个时代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 跟今天有个很非常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 当时中国的经济 比现在糟多了 我们没有自己的民族产业 我们市场完全开放 让人打 对 第二 更重要的是 当年中国没有自己的关税权啊 对 那个时代不是世界自由贸易啊 那个时代是世界各国搞贸易壁垒 你美国或到欧洲 日本或到美国都被人收关税 嗯 他们全部人都或到中国不能收关税 哎呀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你讲的太好了 那只有老百姓抵制 他是贷易关税啊 你讲的就正是 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三次 就是从80年到90年 中日的经济啊 经过一段蜜月期之后 到90年代的时候 打这个日货啊 没有像过去年代这样 成行业性的抵制 因为为什么 不需要了 中国的电视机 中国的冰箱 已经这个本身实力上 超过了日本了 大家就在买中国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反映啊 这个时候你强了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出一个 弱者做的 你怎么那个 这个道理 而且而且好玩的是 你说这种抵制日货 你比如说你反过来看 呃 我想起另一个抵制日货的国家 那叫韩国 韩国也是坚定不移 他们说要砸日本车 都找不到 但找不到 因为你去首尔就看到 没日本车 他们因为自己民主产 又完全替代了 有个段子 就是接上砸那个车 最后砸成那个韩国现代的了 然后韩国现代的标志 比较像本田 说你个小样 你把车标斜过来 我都见识你了 咱俩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来 徐老师 那个 我觉得三十年代 那个时候抵制日货啊 真的 还有点道理 因为它的确是日本的利益 对 现在抵制日货呢 有点经济上没头脑 因为那些都是中国生产 对不对 但是跟那个把日本的书去掉 我觉得那个性质还是不同 现在这个愚昧是前所未有 因为我想证告他们 如果你这个逻切成立的话 我们的政府的报告 我们党的文件 甚至我们的宪法都得重写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大量的术语 都是日语进口的 警察就是什么 警察都不能叫警察 服务 组织 纪律 政治 方针 政策 申请 经济 科学 商业 干部 健康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所有这些词 都是日语汉字进来的 甚至社会科学 都是日语翻译 这些词是当时西方概念来了以后 日本的翻译家 借用了我们的汉字 做 但是其实意思不同 比方经济 我们本来就有经济 那意思不是这样 金平美里边有成经济 一个人 我们是经事 而且是 救济 但是他现在 那个严妇就反对 严妇说翻成技学 才比较好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日语汉字 已经渗透到我们所有的文化里边 对 你都产出 对 但是我跟你讲 徐老师 这种如果是蠢事的话 这种蠢事 日本韩国都干 你知道就是 日语里边也有这个评假名 骗假名 来自于汉字的 日本也有极端势力 就是叫嚣 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就减少汉字 去掉这个 韩国文字里边 原来也有很多的汉字 现在已经减少了很多了 就现在你在韩 韩国文字 基本没有了 去中国化 这就是他们当年的 去中国化 这叫去掉去掉 甚至咱们可以说 那现在在牢里的阿扁 也不是忽悠着要干这事吗 就是去掉你这个中国影响的痕迹 可是日本这几年相反的地方是他反而汉字的总量增加了 日常使用汉字总量 他们又回复了某程度 因为他们慢慢会发现这种极端不只会摧毁掉所谓中日关系 而且是自己的文化 因为日本有一千多年 他有一千多年用汉字的历史 日本今天有大量的古典文献是用汉字写的 但大部分日本人没办法直接读原著 因为他不懂汉字 所以文化就不能讲纯种 纯种很快就灭种了 根本没有文化是纯种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 德国这么欺负我们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所以今天北京图书上 这些人谁发出这样的命令 那正是如果说是日本人真的那么邪恶的话 这是他的代理人 这是伤我们中国民文化的这个中书的动作 但是咱们也得对付他们 对付不是靠这个方法 不是靠 你应该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你不要老看藏起空 对不对